斗魄之无上之境 第五十三集 阵法之中的硝烟完全被笼罩在了一个能量充裕的光罩之中 看着硝烟吸收的情况 一旁的清浩然脸上露出了放心的笑容 同时也露出了一丝惊讶 从硝烟吸收的速度来看 它的血脉好像很不简单 硝烟体内就这般循环着 气息也在急速地攀升着 但是想要达到三星斗地 所需要的能量是极其庞大的 硝烟这般修炼按照清浩然的估计 起码也要维持半个月甚至更久 硝祖 一道空间裂缝 数十道身影出现在硝祖之中 何人闯入硝祖 一声力鹤响起 硝祖如今颇不宁静 原先的那片祥河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偌大的硝祖 已经变得极为冷清 人影稀少得可怜 发出力鹤声的是萧无天 如今萧力和萧龙被软禁 整个硝祖都有萧无天管理 从裂缝中出现的数十道人影 正是清浩然派来的一众人马 你是萧族的长老吧 那些魂魔一族的呢 血魔一族的二长老上前问道 萧无天刚准备说话 一道破空声突然在萧无天的身后响起 一声闷响 萧无天一口鲜血喷出 身体直飞了出去 几个黑袍人出现在血魔一族之人的跟前 相继将头上的帽子接去 露出一头幽蓝色的头发和幽蓝色的眼眸 一股浓郁的阴鸣之气蔓延开来 血魔一族 看来消息已经传开了 最先揭开帽子的中年人冷笑道 浑魔一族 你们不觉得这样做有些太过分了吗 有本事去抓萧炎呢 萧炎他现在正在我血魔一族做客呢 你们要找的东西已经到我们的手上了 血魔一族的二长老放声大笑道 闻得此言 黑袍中年人面色一凝 哦 你说血魔令 二长老笑了笑并未说话 很是惬意地看着黑袍中年人 空口说大话 你把血魔令拿出来我看看呢 拿不出来吧 想糊弄我 最后到谁手里还不一定呢 黑袍中年人并没有相信二长老的话 我自然是拿不出来 血魔令得在魔皇的手里 二长老心情显然极为不错 并没有动气 接着 二长老面色一顿 严肃了起来 对着对面的黑袍人大声说道 传魔皇令 所有魔族之人 不得打扰萧族 并且 马上离开萧族 哦 魔皇令 谁是魔皇 黑袍人有些心虚了 自然是我族长了 血魔令 现在在我族 我族族长 自然就是新认的魔皇了 二长老慢悠悠地说道 哼 哄谁呢 你当我是三岁的小孩子吗 黑袍中年人嘴上依然不服 哦 你敢抗令 就不怕 事后治你个抗令不尊之罪 二长老口气严厉了起来 抗令不尊 在魔族可是重罪 直接废除血脉 剥夺修为 在斗地大陆上 剥夺了修为 就等于是死 黑袍中年人 此时心里也七上八下的 抗令不尊这个罪名 他可担待不起 但是就这么一句话 就想把他胡走 也是绝不可能的 哼 我们不知道谁是魔皇 也没有接到任何传讯 说谁就认了魔皇 想要我们遵命 就得拿出证据来 黑袍中年人没有刚才强硬了 哼 魔皇随后就到 你要是不相信 就在这里等吧 但是不许打扰萧族 更不许对萧族任何人失难 否则我们就以抗令论处了 二长老警告道 黑袍中年人 此时的面色变得极为难看 兴兴地说道 好 我就在这里等着 如果你敢编造 先论你个伪造 黄命之罪 说霸一甩袖袍 带着其他魂魔一族属人 扭身离去 看到魂魔一族的离去 二长老立即吩咐道 所有分队去萧族各处 保护萧族安全 把萧族被关押的全部释放出来 受伤者全力一致 凡有不利萧族者 先警告 不听警告者 以违抗黄命论处 杀无赦 得令 众人依令而行 四散而去 萧炎仍静静地盘坐在 血雾笼罩的阵法之中 阵法中悬浮的魔盒 此时已经有几枚 彻底失去了 它那璀璨的光芒 没有了任何颜色 显然是五星魔盒中 比较低级的 其内的能量 已经被萧炎吸收得干干净净 同一级别的魔盒 其能量也是有不小差别的 五星巅峰魔兽的魔盒 当然比刚到五星的魔兽的魔盒 能量要强大得多 尽管它们都叫五星魔盒 仿佛无尽的能量 始终不断地盘旋在 萧炎的上空以及周身 时刻不停地渗透到它的体内 阵法的不远处 清浩然一直不动地站在那 静静地看着浑身 被五光十色的能量 包裹着的萧炎 当几枚五星魔盒 被萧炎吸干 失去了任何光芒 清浩然心里 怦然一动 萧炎这般的吸收速度 按照清浩然如今的猜测 用不了十几天 便能全部吸收完 而坐在椅子扶手上的青木耳 也在观察着萧炎 他自从把两本册子和戒指 带进大厅之后 就没说过一句话 他不理解 即便是先祖皇有遗嘱 但也不至于把血灵诀送出去 还拿出几乎全部的家当 去让萧炎吸收升级 我们怎这点家当容易吗 清末儿心里 握着一肚子的不痛快 这个萧炎 值得哥哥 花如此的血本交好吗 除了能量的扭转之声和呼吸声 整个房间一片安静 看着萧炎 清末儿并没有说一句话 但当萧炎彻底吸收掉 几个五星磨合之后 他的眼中 闪出了不可思议的光芒 清末儿很惊讶 如此的吞噬速度 即使是自己的哥哥 恐怕也是无法比拟的 萧綦则是一脸关切地看着萧炎 他从来没有看见过 直接吸收磨合的 这是第一次 心里担心着萧炎 会不会有什么闪失 整个房间内的能量 因为萧炎的吸收 而变得渐渐浓郁 就连周围的空气 也因此变得有些粘稠了起来 随着吸收的继续 萧炎的气息直线上升 每上升一个阶段 他的体内就会如炸弹爆炸一般 爆炸开来一次 不断增强的气息 从萧炎的身体喷涌而出 而每当这个时候 萧綦都会不由自主地紧张 心也随之而抓紧了 随着萧炎气息的提升 他体内的混沌盛宴 也变得更加地活跃了起来 混沌肢体 也变得越来越成熟 皮肤深处的纹路 渐渐地浮现出来 一种强横的力量从这些纹路中渗透而出 族长 帝州回来人了 传信的红发老人极为轻声地叫道 清浩然走了过去 大厅门外 一个中年人走了上来 对清浩然一行礼 然后禀报道 族长 二长老命我回来报告 萧族的局面已经控制住了 被关押的萧族族人全部释放 但是 魂魔一族带着一群叫一魔教的 执意不肯离开 一定要等您带着血魔令亲自前去 才肯离去 清浩然眉头皱了皱 嗯 知道了 你下去吧 清浩然摆摆手 中年人身形便退了下去 斗地大陆 是可以依靠斗气传递消息的 但那是在距离不太远的情况下才行 如果距离太远的话 也是不行的 所以 二长老派人回来汇报情况 萧炎的吸收速度 出乎清浩然的意料 照这般速度 再有十来天 萧炎就能吸收完成 还是先等萧炎 渡过三星地结 再前往萧族不迟 二长老他们已经控制住 萧族的局势 没什么好担心的 清浩然想了想 有了决断 旋即便转身进入了大厅之中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萧炎如同老僧入定一般 两天 黄眼即逝 轰的一声 一股强大的能量席卷开来 在萧炎的体内 斗气凝结的液体 在他的经脉网络中 缓缓地流淌着 以一种独特的运转方式 走着焚绝的经脉路线 这些液体的颜色 已变成了深黄色 散发着一种 令人陶醉的能量 萧炎 踏入了二星斗地巅峰 他一踏入二星斗地巅峰 最惊讶的不是萧旗 而是清浩然和清木耳 此时还有三个五星魔盒 仍然闪耀着淡淡的光芒 而那个六星魔盒的光芒 依然璀璨 萧炎就已经达到了 二星斗地巅峰 这让清氏两兄妹 不得不惊讶于 萧炎的吸收效率 这样的吸收效率 竟然远远超出了他们 清浩然摩索着下额 虚眯着眼睛 心中对萧炎 已经不仅仅是 好奇那么简单了 即使是泡过血池 即使是仙祖黄的神通 但是血脉等级 也不应该比自己高那么多呀 联想到仙祖黄的遗嘱 清浩然暗自猜测着萧炎的身份 哥 这萧炎到底是什么血脉呀 比我们还厉害 原本坐在椅子扶手上的清木耳 此时已经站了起来 重新审视和打量着萧炎 目光中流露出几分羡慕 甚至崇拜的神色 清浩然耸了耸肩 摊摊手 苦笑着摇了摇头 照萧炎如此的吸收速度和效率 最多再过几天 便能够提升到三星斗地 呜的一声 十几个五星魔盒尽数被吸收一空 体积最大的那个六星魔盒 开始独自被萧炎吸收 魔盒中的能量 带动着整个阵法 发出淡淡的低鸣声 充斥在整个大厅之内 数天悄然而过 天空之中 雷云开始狙击 而在大厅之中 随着雷声的响起 萧炎赫然睁开眼来 一道金光如同划过空气一般 从他的双眸之中掠过 转瞬即逝 萧炎缓缓地站起身来 骨骼里顿时传来 噼里啪啦啪啦的声响 体内的斗气 不知比原先强大了多少倍 他一站起身来 深入的血雾便快速消失 用魔盒摆出的阵法 也立即崩溃而去 那些被萧炎将能量 吸收殆尽的十个五星魔盒 全部掉落在地上 一瞬间便化为了灰尘 只有那个六星的魔盒 依然璀璨地悬浮在那里 萧炎没有说话 脚步微微一踏 身形便如鬼魅一般冲出大厅 悬浮在半空之中 仰头望着天空之中的雷云 显然地劫将至 清浩然 清木儿和萧綦三人 也迅速地跑了出来 清浩然和清木儿 身形缓缓地飞到了 与萧炎平行 萧炎眼睛微眯 他能够感受到 这次的地劫 明显没有自己 升二星斗地的 第一次地劫来得强 雷云的气息似乎弱了很多 小子不错嘛 这么快就到三星斗地了 放心 这次的地劫 不用化解 但你也能够过 第一次那是意外 因为要预示 你未来的潜力 你小子实在是妖孽呀 萧炎的心中 此时传来了战老的声音 看到萧炎那么快 就要晋级三星斗地 战老也忍不住心里的激动 萧炎这心里 一下就踏实了 天空之中四色的雷云 分别散不开来 朝着萧炎呼啸而至 威势极为害人 木儿 你杀玄雷魔 萧炎 你杀黄雷魔便可 天雷魔和地雷魔 都交给我吧 小兄弟 我们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随后的二劫雷霆 我们就帮不了你了 星浩然说道 二劫雷霆 只打杜劫之人 只能杜劫之人自己去扛 谁也帮不了